我们要怎样脱离 这种迷幻 走出这样的阴影 入佛的境界 回归到真相 我们迷得太深了 迷得时间太久了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那怎么办 课时而论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我们用不上力 断不了烦恼吸气 出不了留在轮回 现在只有一条路 幸运之明 求生尽度 这个法门 特别有法门 只要你 遇到了 你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死心塌地 我真相信 有极乐世界 这是一方 相信佛的话 实际上 极乐世界 无处不在 它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 为什么佛设在西方 叫我们的心 有个专注的方向 佛设的话 我们心会乱 这种方法 善巧方便 帮我们的心念 集中在一个方向 集中在一个目标 这一个方向 西方 这一个目标 极乐世界 到达极乐世界 敬阿弥陀佛 但得见迷途 何愁不开悟呢 我们铭心见心 我们了解四世真相 到极乐世界去 圆满成就 飞去不哭 没有到极乐世界 没有到极乐世界 我们不空 我们有相 我们有愿 到达极乐世界 就跟大臣经上 我们有相 我们入佛的境界 无业无报 无影无果 性相如如 主于世纪 极乐世界 是世纪 使徒 都是世纪 不过思议 与毕竟空中 直然建立 这个就是赞叹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是在毕竟空中 毕竟空是自信 自信里头 变现出 阿弥陀佛 变现出 阿弥陀佛 真相知识 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波罗波罗密尽 地业生一种 无业无宝 无生无灭 无尽无垢 地业 就是 真如自信 大臣叫第一地 第一地里头 一发不力 虽然一发不力 同样 一发不力 那烈士建立 血是废除 没有这个观念 这观念是对立的 感谢 什么事 感谢 感谢